真正幸福的女人 其实都是那些活得很痛苦的女人 这些女人身上都有三个很明显的迹象 看看你有没有 第一个迹象 不为难自己 痛苦的女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什么东西不能做 所以不管做什么 她们都会做得很好 她们不轻易的按字丧事 也不会敏感过度或情绪失控 给别的感觉总是很舒服 第二个迹象 不为难他人 她们知道为难他人 其实就是为难自己 别人不会变成我们理想中的那样 我们对他人的要求 很容易破坏两个人的关系 要知道婚姻中的两个人 都是独立的客人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就是做好自己 而不是一味的去要求对方改变对方 这并不是爱 而是一种由爱演变的控制 这种控制是没有意义 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伤害 第三个迹象 视可而止 通通的女人会清楚的知道 一件事情到了什么程度就该停止了 到了哪个阶段就不该强除了 特别是在吵架的时候 她们懂得点到为止 因为如果不停止 也许就会无法收场 吵架 等在无限的循环伤人伤己 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所以余生 做一个通过的女人吧 那我们就过得舒服一些 轻松一些 开心一些 只有这样 我们的日子才会越来越舒心 才会越来越幸福 我是白生刚 关注我们 最幸福 你知道婚姻里准到 吓人的夫妻定律吗 没用的老公嫌弃 能干的老公疼气 懒惰的老公烦气 勤快的老公惯气 窝囊的老公吼气 聪明的老公让气 懦弱的老公怪气 担当老公宠气 夫妻在生情 邻居在看戏 家有闲 妻离吃夜天 老婆管汉子 金钱满罐子 男人的智慧 女人的贤惠 穿破才是一 闹老才是情 擦好一半个骨 七好群家 女不吃家 男人再能干 也是白打 男人无担当 不知道宠妻子 带好的女人 也不愿为你吃家 我是白心刚 关注 总庆 想知道一个女人 过得好不好 不用去问 只要看看她这三点 便可知晓 第一 看外在的打扮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她们通常都比较 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当然并不是说 打扮漂亮的女人 就一定过得好 但至少说明 她们有装饰自己的条件 一个女人生活里顺风顺水 没有压力 也没有什么烦恼 就会有时间打扮自己 倘若生活过得不是很好 甚至有点糟糕 总是有一堆事情要处理 那她就不会把太多的精力 放在打扮自己上面 传的呢 也就会比较随意一点 第二 看气色 老话说 面油新生 一个人的言语 可以是假的 雪像说的过得挺好 可能真实的生活 是一地其毛 但气色 最能表现一个女 真实生活的状态 生活幸福的女人 通常气色味很好 面部红润有光泽 喜欢笑 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欢发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饱满的状态 而过得不好的女人 大多数的精力 都花在处理各种所事上面 常常感到另一种心 精神憔悴 面色自然不会好看 第三 看谈口气质 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 往往会在举手头中间 表现出来 生活条件优越 没有烦心的事的女人 说话往往温和 不提不着 在女人交谈时 不急于表现自我 更多时候 会先倾听别人的见解和看法 懂得尊重别人 厘清事情的逻辑之后 再表达自己的意见 女人的容颜会衰老 但气质成熟 眼睛中充满着光亮和甜蜜 无时无刻都散发着女人的魅力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 现在的人 都是看功夫老了 生病了可怜 说儿媳不孝顺 义正严实地让媳妇来 伺候我 不伺候就是没被笑容 可这个时候 谁又会看到媳妇怀孕生孩子 变是断奶 一个人带孩子 是怎么熬过来的 从没有这么点吃过饭 洗澡洗衣班跑出来是尝试 上个厕所还要跳时间 孩子生病时难待到温馈 痛苦的时候 回去 希望有人能帮他一把的时候 谁又可怜儿媳了呢 没有生过他 没有养过他 没有帮过他 还埋怨儿媳妇不如亲闺女 你觉得该让儿媳妇为他们养老吗 我是白神刚 关注我 做一个幸福的 没有妻子男人真的能撑起一个家吗 这个问题我曾问过身边很多男性朋友 其中有个朋友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他一年赚四十多万 他害人是全知太太 但撑起他们家的不是他 而是他的妻子 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不在家 他能做到的就是把工资卡交给妻子 每次回到家他就想好好休息 但他总是听到妻子在那抱怨喊泪 他刚开始还觉得我就在家带带孩子做做饭嘛 能累到哪儿去了 但有次妻子带孩子回娘家了 他终于明白 每次回到家 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阳台上晾满的衣服 永远干干净净的地面 桌边随手能端起喝的热茶 都是妻子背后的默默不足 才让他回到家就能够享受到这熟悉的一切 打理家务并不比赚钱轻松啊 孩子涨凉了 他也发烧了 妻子照顾着 一定就是一块小 而他常年出差在外 除了工作 家里的一切都很用堂 他说像他这样的男人 有很多 甚至有些男人下班后 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打游戏 油品倒了都不会付一下 有家里格论概念 说真的 现在能够礼物到这里的男人 真的不 甚至还有些男人会站出来反驳 要是没有男人挣钱 女人拿什么来撑击这个鸭 我想说的是 有这种想法的男人 要么愚蠢 要么就是眼耳高 有时候确实男人赚了东西 但在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琐碎的事情 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那一样不是家里的女人 默默拧起来的 话说男人是家里的顶堂住 但要是没有后面的女人撑着 男人压根就拧不住 再说了 现在很多女人也会挣钱 所以男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能挣几个钱 就该享受这一切 就可以轻视老婆的付出 你要明白 婚姻其实就像是吃饭 两只筷子才能夹得起来犯害 你手里只有一只筷子 那你就要注定饿肚子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 有个幸福的人 夫妻之间怎么样 才能长久的走下去 结合我二十多年咨询的经验 给大家做个总结 归纳出几点基本人物 建议收藏转发多看几遍 看看说的是否正确 一 男人的三大核心需求 被理解 被支持 被崇拜 第二 女人的三大核心需求 安全感 钱 被崇拜 第三 夫妻离开的三大问题 经济问题 沟通问题 亲密关系问题 第四 夫妻之间学会四处 多想对方的好处 欣赏对方的长处 以让对方的难处 包容对方的短处 例如 若到三多三少 多关注对方的情绪 少指责 若发现对方的优点 少对比 多讲积极正面的话 少抱怨 只要掌握了以上 几点基本原则 夫妻之间就能长久的走下去 我是白晨刚 关注总幸福人 你知道跟着什么样的男人 最委屈吗 看看你身边 有没有这三种男人 第一种 对父母原定计算 在父母面前是一个好儿子 但在感情里 却不是一个好男人 因为这样的男人 心里只想着自己的父母 随随便便就忽略女人的感受 甚至牺牲女人 以换取父母的战斗 第二种 男性格就像女人 特别的小肚鸡肠 一点点小事 就喜欢斤斤计较 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你会受很多委屈 因为他不会迁就和包容 能够事情都要很尊重 不让自己是一点点贵 如果在小事上 他都不懂得意义和考虑 然后在大事上 你更别奢望他能够想到 第三种男人 看似很爱 但你跟他在一起 也会觉得很离去 不管你们之间出现了什么矛盾 他都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更不会反思自己 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没有错 即使知道自己做错了 他也能找到各种理由 为自己太多 把自己威装成受害者 变成一个问题 更气人的是 身边人都觉得他是个大好人 到最后 尝试的是你 比起变坏的时候 不想过日子的孩子 一起买成高 完全 有气 夫妻感情再好 也不要做的两件事 否则一定会后悔的 一 要有界限感 不要什么都和对方说 你要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虽然说夫妻之间 是很亲密的关系 但亲密不代表空间 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你什么都跟他说 时间久了 就没有任何神秘感和新鲜感 他就会觉得你很无聊 你所有的秘密都给他说 你觉得他只得信任 很爱对方 但万一感情不好了呢 翻脸了 那你的有些秘密 可就成为了他 共进你的一把利刃 第二 我家的事别插手 不要事事冲在老公前面 就算人家跟你说 你听听就好 什么小姑子小叔子 婚姻出的问题 公公婆婆闹矛盾 这都不是你该管的事 你老公给他们出主意 就算错了 他们是一家人 人家不会伤感情的 你要是出错主意了 你就离外头似的 你失败成功 关注我 中学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